又是酒驾惹祸,高雄市陈姓男子清晨酒后驾车搭载林姓有人返家,因不生酒力,行经三民区一处过弯路口,车子失控打滑,高速冲进大楼骑楼,向七辆机车如打保龄球搬撞在一块,连铁门都被撞毁,肇事自小客车头全毁,两人未受伤,住户被巨大声响惊醒报警,陈南在警方到场后,一度持球棒呛警并试图攻击, 被警方上考,新酒色高达0.88毫克,警方指出,陈姓男子23岁半夜和有人在海产店聚餐,清晨4时17分,酒后驾车搭载林姓有人25岁返家,车子沿重庆街由北向南方向,行经辽宁二街域又转时,一四因车速过快,失控打滑冲向大楼骑楼地,相停在骑楼的七辆机车撞得东倒西歪,连大楼铁门都被撞毁, 大楼住户被当时巨大众集声响惊醒,下楼查看,发现陈南和林南坐在车头全毁的车内,赶紧报警,警方到场处理,发现车内的两人浑身酒气,副驾驶坐得林南更是烂醉如泥,摊坐车上,救护员检查两人身上无明显外伤, 警方欲调查肇事现场时,不料此时站在车外的陈南突然抄起车门旁的球棒,大声对警员呛声,还坐视攻击警员,警方将陈贤逮捕上靠,陈南仗着酒意还不断标骂三字经,五,六名警员将他押上警车,带回派出所侦办,随后对陈贤实施酒测,酒测值高达 0.88毫克,去后依公共危险罪送半,张世瑜,石秀华,高雄报道发稿时间,9点更新酒驾男酒测值,10点02分酒驾的自小客车冲入骑楼,撞毁七辆机车,张世瑜设自小客车肇事后还速度倒车,试图驶离现场,张世瑜设车上两人浑身酒气,张世瑜设酒最陈性男子持短球棒大声呛警,张世瑜设抢当好评友一会员快 注册免收费,不注册会后悔,快点我注册https-tw.adai.ly-ml924upcsu关键字酒驾机车呛警三字经下载台湾苹果日报APP有话要说投稿及时论坛